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 一场在英国举行的WBO重量级过渡世界金腰带争夺战将隆重打响 届时中国名将张志磊将与未冕冠军乔伊斯展开对垒 如果张志磊获胜 他将成为亚洲首位拿到四大组织世界重量级金腰带的选手 值得一提的是 张志磊此番的对手肤色和长相很奇特 与普通的白人和黑人都有区别 经过查阅 乔伊斯的父亲是白人 母亲是黑人 所以他的肤色不黑不白 长相也兼具黑人和白人的一些特征 或许正是这样的生理结构 让乔伊斯的身体异于常人 据说乔伊斯的骨密度是普通人的五倍 骨头相当硬 康基达也远超一般的重量级拳手 例如他和杜布瓦帕克这些拳王交锋中 他都没有受到重创 并且乔伊斯在职业生涯中还从未被击倒过 这样的履历也给比赛带来很多变数 张志磊目前的战绩为24胜 一赴一平19场KO对手 乔伊斯的战绩为15战全胜14场KO 两人都曾拿下过奥运银牌 也都是重炮手 因此比赛很可能以KO方式结束 据悉 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2点半开始 前面直播电场赛 张志磊和乔伊斯比赛大概在5点半开始 至于谁能笑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